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离开白宫前往佛罗里达州棕榈滩 当天也是特朗普结束总统任期以及新总统拜登宣誓就职的日子 当地时间19日下午 白宫发布了特朗普在离任之前录制的告别演讲时视频 他表示 祝愿新一届政府取得成功 我们祈祷能继续保持美国的安全与繁荣 和之前处处针锋相对的态度相比 特朗普此次的演讲倒是有些许的温和 但特朗普仍然拒绝向拜登做出全面让步 对于即将上任的新总统拜登 特朗普则一个字都没有提到 只用新一届政府来代替 根据美国国家公共电台的民调数据显示 47%的美国人表示 特朗普被视为历史上最糟糕总统之一 16%的公民持相反观点 根据民调数据 整体上特朗普的认可度为38% 这是其中总统任期中最低水平之一 在演讲视频里 特朗普丝毫不隐藏对自己的自豪之情 主要系数称赞自己四年来曾创下多个首次和其他杰出的政绩 包括实施自里根时代以来规模最大的税收改革 为阻止非法移民涌入 在美国与墨西哥边境建立的边境墙 组建新兵种太空军 在新冠疫情期间创造所谓的医学奇迹 只用了9个月研发出了新冠疫苗 还有美国史上最快的经济复苏等等 特朗普还说道 我们面临的最大危险是对自己失去信心 对我们的国家的伟大失去信心 美国不是一个有着被驯服灵魂的胆小国家 面对那些我们不认同的人 美国并不需要被庇护 世界已经再一次尊重了我们 请不要失去这份尊重 特朗普还表示 我们做到了一开始就承诺的事情 甚至比承诺的更多 作为几十年来第一位没有发动新战争的总统 我感到非常自豪 我们把美国建设成了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体 但是路透社根据特朗普此次演讲做出的报道称 特朗普一直承诺所谓的 让美国再次伟大 在卸任时 却让美国有将近2400万人感染 他不仅一直努力淡化新冠病毒的严重性和风险性 淡化新冠疫情下 美国挣扎的经济情况 还企图挑起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的紧张与矛盾 这话小兵感觉 他算是说对了一小半 特朗普上台一时 就动辄以三艘航母威胁朝鲜 尽管此后 美朝领导人实现了历史性的会面 可不能抹掉他刚当美国总统时 就让美国大兵扛着大棒 四处威胁的行径 说完了场面话 特朗普仍不忘细数自己的成就 我和这片土地上千百万勤劳的爱国者一样 建立了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运动 同时还建立了世界历史上最强大的经济体 在美国人民的支持和乞讨下 我们取得了任何人都想不到的成就 我们通过了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税和改革方案 我们削减了比以往任何一届政府都多的扼杀就业的法规 我们修复了我们破碎的贸易协议 退出了糟糕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不可能的巴黎气候协议 重新谈判了当方面的韩国协议 我们用开创性的USMCA取代了美国自由贸易协定等等 此外,非常重要的是 我们对中国征收了历史性的巨大的关税 与中国达成了一项伟大的新政 然而,我们和全世界都受到了某病毒的袭击 全世界为此遭受了苦难 但由于我们的强大 美国在经济上胜过其他国家 虽然国会事件使特朗普一夜之间成为重视之地 但在即将离任之时 特朗普没有谈及关于自己的历史性的两起探劾案 而是将演讲中的绝大部分的时间 用于吹嘘自己任期内的政绩 甚至不忘提及中国 宣称自己在任期内重振了美国的同盟关系 并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团结世界各国对抗中国 同时仍不改口继续称新冠病毒为某病毒 小编要说 中国招他惹他了 中国一直在发展自身的经济 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 同时也在为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做出贡献 别的不说 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后 中国为了确保世界供应链不中断 更为了支持有关国家抗议 付出了多少努力 特朗普对此假装看不见 为了自身政治需要 到临走之际还在疯狂甩锅中国 这一点确实也是可以预见的 毕竟他任命的国务蓬佩奥 最后关头在社交媒体疯狂发帖 追着中国咬中方外交部发言人华春云给出的是 历史将对他审判 亦有说法称 蓬佩奥目前的所有行动 是在为谋求2024年美国总统大卫做准备 小编倒要看一看 生不死心的特朗普 过阵子会和蓬佩奥怎样对咬 过了中期选举以后 共和党内或许又是一出大戏 除了自夸与吹息 特朗普也做了一点所谓的反省 他谴责了1月6日的国会事件 所有美国人都为国会事件而感到震惊 政治暴力是对我们所珍惜的一切的攻击 这绝对不能容忍 但是他并没有承认自己该为此负有任何责任 为此特朗普始终表示自己 一直在为美国人民辛勤工作 为自己感到自豪 我经历了艰苦的战斗 最艰苦的战斗最艰难的选择 因为那是你们选举我的原因 即使特朗普卸任之际即将到来 他似乎也并不想就此杀青 在演讲的最后 特朗普的话也预示着一切并不会就此结束 20日中午 我会将权力移交给新一届政府 我也想让你们知道 我们发起的运动才刚刚开始 我怀着一颗忠诚快乐的心和乐观的精神 离开这个庄严的地方 怀着至刚无上的信心 为了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孩子 最好的还没有到来 这也正如我们前面所预测的一样 特朗普即使下台了 也不会停止折腾 到目前为止 特朗普依旧遵照自己特立独行的做事方式 没有依照惯例与下一任总统拜登通电话 也从未邀请拜登一家到白宫进行晚餐 并且特朗普将打破一个多世纪的传统 不会出席20日拜登的就职典礼 特朗普总统准备离开白宫时 提出了成立一个新政党的可能性 据《华尔街日报》19日报道称 特朗普已于上周与同事讨论了此事 建议他取名为爱国党 报道称 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成立新党政有多认真 报道指出 在成为共和党2016年总统互选人之前 特朗普的广泛支持者并未大量参与共和党 人们越来越怀疑特朗普是否会在2024年再次竞选总统 如果他是这样做 就有可能有效地将其他可行的共和党候选人 排除在总统职位之外 传统上 第三方未能获得足够的动力来挑战民主党和共和党 当然 共和党领导层应该会强烈反对这一努力 因为这视为特朗普在吸引对其他共和党候选人的支持 自从总统选举失利以来 特朗普的前途一直受到质疑 11月 报道说特朗普的盟友正在考虑购买保守的新闻极限电视台 以便与福克斯新闻竞争 但新闻极限电视台CEO否认此事 特朗普在华盛顿特区的未来努力可能会面临挑战 关于他的弹劾审判将在即卸任后进行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迈康奈尔尔尚未决定是否将对特朗普定罪 据美国娱乐网站TMZ独家评论 特朗普下台后计划到全美演讲赚钱来支付之前的债务 最新特朗普债务至少高达10亿美元 换句话说 现任后的特朗普很需要钱 不过特朗普就算下台 也不用太担心这些大笔负债 因为他卸任后光靠演说就可以轻松还债 现在已经有不少学校向他发出邀请 据业内人士估算 在美国境内 特朗普一场演说的价码可能高达100万美元 若是在海外 每场演说费用更是可高达200万美元 年收入上亿美元对于特朗普来说并不是难事 此外 特朗普可能还将写一本 他担任总统时的回应录 已经有出版商愿意跟他签了一个 6000万美元的出书合同 这也会让特朗普大赚一笔 值得一提的是 特朗普此前曾是美国知名电视 真人秀节目学徒的主持人 这为特朗普带来了新的资金来源 并进一步激发了一个神话 电视台真人秀明星成为总统 不得不说 特朗普除了吹牛能力之外 还是一个赚钱能力很强的政治家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